就是把這些 VBA 的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預設我們已經把這個目錄給了 然後全部合併成一個全部點 XLS XS 特別注意就是你不要把這個檔放進去 因為你如果放進去會有一些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用 DIR 那 DIR 如果你把自己存進去的話 那你自己會被自己 DIR 到 然後自己又會把自己打開來 然後自己又把自己的東西又放在自己後面 那最後會有問題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你不要把那個 就是你要合併的來源跟你最後存檔的放同的資料夾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自己好像之前有犯過同樣的錯誤啦 所以我一直記得對 一定不能放到裡面 所以程式部分的話大概也沒有什麼特別都是新的 其實像 SPACE 之前也有講過一個路徑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用 FIRE DIALOG 自己就跳出來 那我就不改了 其實 FIRE DIALOG 還蠻好記得的 就是 APPLICATION 如果你要取得那個路徑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那個路徑用 APPLICATION 而且這個我記得我都沒有特別去背它 主要是用什麼 主要一定要借 APPLICATION 物件 然後 FIRE DIALOG 你就打一個 F 它 FIRE DIALOG 就有了 然後你要簽 這邊的話 你就簽瓜 有沒有 要選什麼 選一個是 FURDER PICKER 所以你就 FURDER PICKER 然後點 SHOW 就是讓它 SHOW 那個東西 SHOW 那個東西的話 那個就是一個叫 FIRE DIALOG 的一個 算是四窗 有沒有 它跳出來 我們選了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目錄路徑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改成 S PACE 等於什麼 這個東西 應該我記得 CALL 到這邊吧 點 SHOW 的前面這一段 變成什麼 它第一行是 SHOW 第二行是它選的 是什麼把它傳給我 所以 把點 SHOW 改成點 SELECT ITEMS 那一定是選第一個 它的 它的順序是從 E 開始 然後把這個丟到 S PACE OK 大概改這樣就可以了 這前面上個禮拜有 講到 而且還蠻好記得 還蠻好用的 主要為什麼要用這個 就是你不要把這個路徑給寫固定了 不然寫固定將來你也麻煩 每次呢 還要去改程式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其實使用者也會知道 你跟他講說你用選的告訴我就好 我幫你就合併 OK 那只是說合併的那個路徑 將來也許你可以再 可能怎麼樣 再把那個路徑可能要 再去掉前面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可能要想想看怎麼去 因為最後的話 我們那個 S PACE 是有斜線 VBA 那這個地方就是不能 反斜線 VBA 所以這個你要怎麼去 剛剛好不要放在那個 位置 這個可能自己在想想看吧 那這邊的話我就想 把它執行起來 然後告訴他說 你幫我把 VBA 的這個幕戶裡面的 所有的東西幫我把它存到這裡 我先把它刪掉 不然他一定會跳說 然後我把它選給他囉 然後 S PACE 就抓到了 抓到之後的話就把每一個都 丟到那個全部裡面去 當然他會這樣一直閃動 所以你把 SCREED UPDATING給關閉 他就不會閃動 最後就幫我把它合併在一起 OK 有沒有 全部也有 OK 當然一樣 你也可以再寫個 DELETE 那個刪除檔案部分 判斷他是否存在 如果他存在的話就把我刪掉 有沒有 這個 跟上個禮拜講的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 自己再去做變化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重點 我們也再看一下 我就幫各位再整理一下 有一些部分的話 一定要知道的 相關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 剛剛的這一行程式 裡面的關鍵應該就 這個 OPEN 可能要稍微數一下 然後之後的話 每一個 ACTIVE AMOUNT SERVEST 這個應該OK 我是把它改成 FIRE DIALOG 所以我剛剛改了這個 我也把它放在這裡 其實也沒什麼 像我不會特別去背他 那你就知道一下 如果你再忘記 記得 一定要把我這些範本留下來 不然以後的話 你要找還是難找 不見得說 其實說真的 你要找到對的範本 真的也不容易 而且你要自己要寫出來 那更是困難 所以我建議 如果已經有現成了 你乾脆就拿人家的現成來修改 一定是最快的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記得好像是 我這邊後面是有一個 我這邊稍微做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是不是就是 把那個 VBA 啊 好像在抓他的副檔名 是什麼 對好像是 抓副檔名 因為我這邊用到一個叫 A3的REVERT 就反過來 找那個 反斜線的位置 啊 應該是 對 副檔 副檔名位 如果為什麼 我只要這個 我好像有點忘記了 反正 這個我想你們再試一下 OK 這個 比如說你如果是抓點XLS的話 你不曉得你抓到1900 還是1900 對 副檔名問題 如果說你沒有副檔名 那你要去掉副檔名的話 欸 就是這個 就是把副檔名去除 好 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其他的話 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 我看底下 有一些可能什麼 三組檔 三第幾個 這個可能前面有講過 我就 不再重複 那可能比較重要的 有一些 可能要注意的是 把工作部存成 工作表存成 工作 活躍部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 重點 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什麼 Safex 然後達成 有一個效果 就是說 如果你要存檔的 假設你 來源都是 所謂的 Excel的2007以後的版本 比如說 XLS XS 那你假設說 你們公司有一些電腦是舊版的 他是 Excel的2003以前吧 你可能要存成舊版的話 那以前是你要 手動令存心 手動令存心 一直 手動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 不要手動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你可以在 Safex後面 多關鍵一個 豆點 這個叫他的 存檔類型 存檔類型 如果是 Excel Excel8的話 就是存成 Excel2003以前的格式 97到2003 如果說你今天要存成 CSV 有沒有 常常 比如說你要給客戶的資料 那你如果不給他 Excel檔類型 就直接 怕說有相容性問題的話 那你就存成 CSV 怎麼存成CSV 很簡單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Savex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點 Xl CSV OK 那 Xml的話 就 Xl Xml 的 這個 這個 加這個 這個參數上就可以了 你可以存成 這個 Xml 格式 那 這邊其實你 如果以 我們上個禮拜的範例來看的話 甚至我們 關鍵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Savex 所以如果說我要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把它做改寫成什麼 那個所謂的轉換 假設常用像CSV好了 那其實只要把這個 Ctrl C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在這邊的話乾脆清單 名稱記得改成叫CSV 那其實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副檔名 這個 副檔名的話 就是CSV Savex 所以這邊的話怎麼改 關鍵的地方就是 看一下這裡 CSV 就是這個後面的話呢 改成 Xl 就多一個 Xl CSV就可以了 其他應該都不用改 我們試一下 如果說我要把那個上個禮拜的程式這邊 那這個檔名 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點 點CSV 然後後面的話呢 記得多一個什麼 點 豆點有沒有 它這邊跳出有沒有 出底字 叫file format 有沒有file format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有個方法 游標放這邊 啊記得喔這邊只能用save as 不能用save copy as Copy的話呢 就 沒有辦法 存另外一個格式 OK 如果你實在 不知道說save as裡面還有哪一些 像這邊一堆參數的你可以按F1 OK啊其實我為什麼知道說 存的那個格式 其實它這邊會給你一些相關說明 然後並且的話file format有沒有 這邊就告訴你 它這個 這邊還有個超連結 那格式的話它列舉在這裡 所以你點下去 它會幫你 你要存成CSV的這個 它這邊CSV就這一個 然後甚至CSV還有分成好多種 如果說你要給的是什麼 給的是 假設它是Google的 或者是說Linux環境 或者Mac環境 我是建議你剛才存這個 叫做xlcsv 後面加utl8 把它存成unicode 給它 它不用再轉換 但如果說呢 你直接存原來的CSV 可能它還在轉換 會亂碼的問題 其他還有什麼 存成DBF 還有存成DBF的 還有存成其他有這麼多 這麼多 所以 如果說你要 把它做 寫一個什麼 就是轉換 格式的 這個程式的話 這邊其實就夠了 OK 這麼多 可以存這麼多格式 OK 那我們最後其實只要把 剛剛講的這個 Excel Excel 8 就是舊版的 97-2003 還剩下一個存成html 然後dbf 我存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 豆點後面就可以了 貼上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OK 我們試一下 假設我這邊先刪除 我把它轉成 CSV看看 就是DIR 有沒有 跟他講 幫我存在這裡 然後 一樣 Excel 8 這個理論上都OK 然後 Copy過去 然後幫我怎樣 關鍵地方的話 就是 這個SafeS 存成CSV 然後 格式的話 就是CSV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假班點CSV 出現了 並且 Close掉 其他我就讓他自己跑 應該理論上沒有問題 那個Active 蓄詞的關係 因為我那個順序 把它Close掉 我剛剛那個 關的話變成關到我那個檔 我自己關掉 所以你那個中斷模式要特別注意 他有那個Active的順序 我就直接讓他跑 這樣會比較 這個檔我剛剛這個地方 把它刪一下 我就讓他直接跑好了 所以直接 剛剛跑的 這個 CSV 他沒有save 所以123我直接 弄一下 給各位看 應該理論上 他會問說你要存哪裡 存桌面上 只要按確定 馬上有沒有 就自動幫我存成 副檔名 是CSV的 CSV檔案 OK大概是這樣子 請各位試試看 理論上應該這個就是CSV 但是他預設還是會用Excel 不過你可以按右鍵編輯看看 你會不會你也可以用記事本來開 也就是他如果電腦裡面沒有Excel 其實也可以用記事本開是不會有問題 只是說呢 這個版本 另存新檔 他的編碼方式是 Ansi 如果你給那個 比如說 Google的環境或者是說Linux的環境 會是亂碼 所以如果你不要標準 如果你的 要給的 是 不是委婉的環境 記得 你剛剛 Excel CSV加 UTU8 這樣他拿到這個資料就不用再轉換 也不會亂 OK 可能注意一下 不過大概是這樣 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其他部分的話 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 雲端上都有 就是多一個 這個轉換格式部分 其他刪除檔 然後複製 特別 怎麼複製檔 Find out copy Key 就是3 複製 就find out copy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在 Windows環境裡面 做複製檔案 這個也OK 最後呢 如果你要移動 不是複製 就是你要整個移過去的話 搬過去的話 比較麻 搬的話我們可能直覺會講 是不是file Movefile之類的吧 可是後來我發現他不是這個名稱 他的那個名稱 就是他的那個函數的名稱 叫做name 很特別 也許是那個 Movefile可能那個名稱是被用 用掉了吧 所以他又換 所以這個常常我都搞混 所以這邊特別跟各位講一下 移動的話 叫name 就是把那個檔從哪個地方移到另外的地方 所以同學如果遇到什麼 比如說你的資料夾 一堆 你要做分類 裡面的檔名 比如說 甲班的什麼人 他一開頭的甲班 甲班的什麼人就放在甲班的資料夾 乙班就放乙班資料夾 那你就用name 他就會自動幫你放進去了 OK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不要用人工去幫你做 檔案的分類 就可以用這個地方來做 所以 剛好去解決 同學上班剛好用到的這個部分 用name就可以了 你不是說COPY在三空嗎 可以啦 COPY在三 那等於就是name就好了 OK 試一下 畫面在畫面 Q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就是把 那個合併 之外 的重點在延伸 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如果你有那個轉檔需求 假設以後呢 你不是只是存 Excel的格式就好 你要存什麼 存CSV 那你就Excel CSV 如果你要存的是 非微軟陣營用的 比如說像 其他陣營 像 Google 或等等 Linux上面用的話 那你就加一個 YouTube吧 然後或者是存什麼 存舊版的 像 X L的Excel 8 OK 那這部分的話 其他還有像 Call檔跟 移動檔案 大概是這樣 OK 那我們就 先把這部分先完成 OK OK